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腥风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 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便得愁 龙争胡豆几时秀 抬头五月初再看凉堂 进汉州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 咱们说到 推行王道李世民大赦天下 连续追击唐太宗针对裴继 其实人们也不难发现 裴继晚年不幸的根源 绝非出于什么和上法雅和术士信刑的这个所谓的妖言 而是在于天子李世民 人们或许会认为啊 这是因为天子李世民心中呢 深藏已久的某种报复的心理 倒不很简单吧 道理 从这个晋阳起兵之后 裴继就经常和李世民意见相作 他说往东 他就说往西 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 武德二年 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遭到裴继的排挤 结果呢 给杀了 到了武德后期的夺敌之争当中呢 裴继又一直呢 站在李建成一边反对李世民 所有的这一切 难道不值得李世民报复吗 可难以理解的是 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的宽容大度 为什么唯独会对裴继存有报复心理呢 他即位之初 曾经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态 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和所有的政敌 从而赢得天下的人心 为什么到了时过境迁的真冠三年 却仍然不放过裴继呢 其实啊 李世民对裴继的所作所为 绝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心理 更主要的呢 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政治需要 这种政治需要 并不是着眼于过去 而是着眼于现实 那么对于真冠三年的李世民来说 什么才是最现实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 答案只有一个 正位太极公 武德九年八月份 李世民即位的时候 由于李渊还住在太极公中 所以他只能在东宫的这个显得殿的举行登基大殿 实质真冠三年 身为皇帝的李世民 不管生活起局还是治理政务 都仍然还在东宫里边 东宫就是原来太子的宫殿 而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觉得好受的是什么呢 哎 这种在东宫办公的这种情况呢 有这个名不负实的一个协议 哎 考虑到李世民夺迪即位 又是采用了非正常手段 本来就已经存在某种合法性的危机了 而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公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危机 所以李世民必须尽早进入太极公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 但是李渊毕竟是太上皇啊 只要说这太上皇不动地方 那李世民你可就搬不进去啊 这是李世民在真冠初年 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让李渊主动牵出太极公啊 因为任何强迫手段 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 可是要怎么做 才能让李渊主动牵出去呢 当李世民若有所思目光 在满朝文武当中 来回群寻寻事的时候 最后烙在了裴记身上的时候 一个巧妙的主意 就这么浮现出来了 没有办法 只能这么干了 李世民对自己说 没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于是真冠三年的春天 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这样一些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裴记呢 被逐出朝廷了 并且一扁再扁 最后死于流放之地 刘文静呢 被彻底平反 子孙得享恩恩 李世民对武德 就证了否定和攻击 突然从间接隐晦 转为直接和公开了 所有这一切 最后无疑都指向一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说 这些政治事件 注定会对某个人 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 在他的内心世界 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 这人是谁 不用说 太上皇 李渊呢 武德九年八月以后 尽管说唐高祖李渊 头上依旧挂着太上皇的头衔 可是这顶帽子呀 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 反而只会让他感到沉重和压抑 古人说呀 改太上者 无上也 皇者得大于帝 欲尊其父 顾浩曰 太上皇也 这是史记 第八卷 高祖本纪集节里边记载 是吧 可是在李渊看来呢 史上这种定义和解释 吴灵说是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从李世民登基预集的那一天开始 李渊就觉得自己就活生生以反面教材呀 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 都是给李渊一巴掌啊 玄武门事变当天 李世民就迫不及待的推翻了李渊 刚刚实行的宗教政策 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 重新回到寺院道观 几天之后 李世民又宣布纵禁院英权 把四方贡献 听百官各臣治道 紧接着他又下令放规 夜听宫女三千余人 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什么呀 很显然这是李世民 在和武德旧政划清界限 我和原来不一样了啊 同天下人表明 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 必须及时的予以揭露批判和纠正 我现在就是来干这活的 你说这不是扇李渊耳光着干嘛 面对李世民左右开工大耳瓜 啪啪咋 李渊只能一人再人 打掉了牙也得合着鞋往肚子里吞 更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 道真冠三年春天 李世民的掌锅行动 就是扇八成行动 突然升级了 把裴记给放逐了 给刘文静拼了反了 并且毫不留情的公开抨击武德旧政 这一切已经不只是抽耳光了 这是一记记的重拳啊 是吧 勾拳 执拳是把左右开工狠狠地砸的李渊的心声啊 武德之计 祸会功行 济刚文乱 自治通鉴 193卷 旧堂书 裴记传里也有记载 武德之事 正行毕露 官方 持文 是吧 按照常理 当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时候 这种话是不可能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了 可是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的把他们说出来了 这里的每一个字 都是力重千军 足以把李渊原本就抑郁寡欢的精神彻底的压垮 李渊很清楚 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 李成改立他为太子 而且还对他极力的打压 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 这一切一直是让李世民耿耿于怀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可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呀 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记大作文章 还替刘文静平反 并且公然把武德政治涂抹的一团漆黑 贬低了一无是处 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 其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 并且向他发出强烈的暗示 你抓紧时间给我滚出太极工吧 看来自己是没理由继续待在这座象征的权利 和尊严的太极工 李渊无奈而悲凉的想 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 当然这个请字咱们得打个引号 那还不如视像一点啊 主动滚蛋 免得到时候大家难堪呢 贞观三年四月份 也就是裴记死后不长时间 太上皇李渊终于主动提出 主动俩字还是打引号 愿意从太极工迁往红义工 表面上的迁据理由是 高祖以红义工有山林圣景 雅浩之乃喜居之改名大安工 这是唐慧耀第三日卷 众所周知 红义工就是当年李世民的秦王府 无论建筑规格 占的面积还是庭院规模都远不及太极工 甚至远不及东宫 说高祖亚浩之 愿意主动搬去住 这事难以令人信服 尤其是刚刚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高祖就主动要求迁据 说这事恐怕不是巧合吧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经过了一系列事件之后 李世民总算是达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了 终于可以冠冕堂皇 顺理成章 入主太极工了 离开太极工的那天 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 巍峨华丽的皇宫 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 瞬间就抓住了他 他的心里默默的告别着熟悉的一切 同时也与过去的辉煌记忆是彻底的诀别 那一刻 李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而位于皇城 宫城之外的那座红义宫 则是一个丧失一切 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后的收容所 搬进大安宫 也就是原来的红义宫之后呢 李渊在这里又生活了六年 直到贞冠九年公元六百三十五年五月去世 与其说这六年间 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圣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 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当中 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凄凉岁月 就跟我们前面说过的是的 大安宫的各方面条件和太极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这个监察御史 马周的一道奏书当中的得到作证 贞冠六年正月份 就是公元的六百三十二年 马周上书 说臣父见大安宫在宫城之夕 其强与宫阙之志 方之子籍尚为必小 臣父以东宫皇太子之宅 有处成农 大安乃至尊所居 更在城外 遂太上皇由心道素 至存清俭 陛下众伟辞职 爱惜人力 而凡仪朝见及四方官厅 又不足焉 臣愿宫住堆叠 揪起门楼 服务从高显 一称万方之望 则大笑招呼天下仪 九堂书 马周传里边写 马周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说这个大安宫的地处 宫城之外过于偏僻了 而且规格太卑小了 与太上皇的至尊身份 不太相衬 无论是藩仪 还是在四方百姓看来 都觉得这太上皇 有点太丢人了 有点丢份 所以马周提议修缮扩建 而且务必要高大显赫 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愿望 同时体现皇帝您 对太上皇的一份孝心 马周其实暗示李世民 什么意思 就目前状况 哎陛下 您在校道上实在有所亏欠 唯一能弥补的办法 赶紧 提升大安宫的规格 改建了壮观一点 以免天下人说贤话 很显然 马周的这个劝谏 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民管问题 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李世民看了奏书之后 既没有责怪马周 也不采纳他的建议 只是一笑之之 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 这事呢 就这么不了了之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之外 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 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那就是什么呢 缺乏行动自由 说白了李渊就是被软禁在这了 从前的李渊是一个坐不住的皇帝 武德年间 尽管说建国初期政务繁忙 而且统一战争还没结束 可是李渊还经常以寻兴了 狩猎了 避暑这些名义 马不停蹄的呢 到处的旅游 什么这个川障县了之类的 东到华山 就是今天陕西的华阴县 西到冀州 就是今天的陕西周治县 北之一川 一州 今天的陕西的义军县 尽情的享受 就是皇权负与他 无上的权利和自由 可是自从成了太上皇 尤其是搬进大安宫之后呢 他就变成老宅男了 就连一次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的生活和过去 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 那不得有天壤之别 在大安宫生活六年里 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 李渊几乎是足不出货 绝对的老宅男 吃穿住用行 什么都有人给你提供了 还出门干什么 你要放现在某些人 太开心了 跟我说的天天宅在家里这种 我就是太开心了 但是对他来讲不是这样 不是他不想出来 说实在的 他根本没机会出来 因为李世民没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 终止赶建的马周看的严厉了 不久呢 李世民打算的前往九成宫 就是今天陕西林右县 避暑 马周听说了 马上毫不客气的上了一道奏书 说陈又福建名赤 以二月二日庆九成功 臣妾为太上皇春秋已高 岁而大了 陛下以朝事西善 而晨昏起居 今所信公去境三百余里 非可以弹幕置也 太上皇情或私感 而欲意见陛下者 将何以复之 且车架金刑 本为避暑 然则太上皇上流热索 而陛下自主良处 温清之道 臣妾为安 九堂书马周传 如果说前一道奏书的措辞 还比较委婉的话 那么这一次 马周的口气啊 就尖锐的多了 摆明了就是批命皇帝 首先啊 太上皇岁是高的 刚才说了 春秋已高 岁是大了啊 十年六十七 陛下应该每天探视 他的饮食起居啊 说这才是当儿子的 你现在啊 自己跑三百里外 去避暑去了 万一太上皇想你怎么办呢 其次了 你想要避暑 那没错 你们老爷子 扔热烘烘大安宫里 您自个儿跑九成公粮去了 这事您不对啊 所谓温清之道 就是冬天老人呢 得到这个温暖 夏天老人享受清凉 哦 您把笑道抛的脑后 晨下说实在的 我替您感到不干 我脸上丢人 脸上没光啊 将然马周的谏言 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 可人李世民的态度 照旧是既不怪罪 也不采纳 我也不找你麻烦 这事呢 我也不搭理你 仍然呢 把这个李渊留在大安宫里 这一年三月 静字的就去了九成宫里 此后的真冠七年 公元六百三十三年五月 和真冠八年 公元六百三十四年三月 李世民又连续两次 去九成宫避暑 可始终没有带着李渊通行 值得真冠八年的七月份 李世民这才 旅请上皇 必赎九成宫 这是否表明李世民 终于想通了 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 对高祖旅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 高祖李渊这时候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算是个富贵病 风急 也就是中风 哪里拴 拴住了 把他身子动不了 走路一堕塞一堕塞 所以说不论李世民 如何盛行邀请 也不论李渊本人 多么希望出去走走 他走不动了呀 对于高祖的病情 李世民当然是心知肚明 你说李世民 那既然如此 你干嘛 你说你这个举动 有多少诚意呢 明智的高祖 卧床不起了 屡屡向老人家 大表迎接 呀我带你去避暑吧 有用吗 那早几年 李渊身体硬了的事 你干嘛去了 争管八年十月 李世民下招 开始兴建大明宫 表面上说是要 一位上皇亲属之作 实际上明然人都知道 太上皇李渊 这时候都病成啥面了 无福消瘦了 果不其然 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 李渊的病情日渐沉重 未成而上皇亲机 不过拒 贞贯九年五月 卧病大半年的李渊 终于在大安宫的锤拱殿驾崩 终年七十岁 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 这个晚年遭遇巨变 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老人 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 告别了这个让他又哀又痛的世界 群臣上嗜好为太武皇帝 妙号高祖 同年十月葬高祖于县令 这高祖李渊去世之后 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 早在武德后期的夺地之争当中 随着李渊手中那碗水逐渐的朝太子一方倾斜 李世民对父皇李渊的敬意和温情 就已经变得日渐的稀薄了 双方的关系啊 濒临破裂的边缘就在那时候 当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阴谋和暴力的手段 从李渊手中夺取最高权力的时候呢 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呢 就更是血上加霜 即便不说荡然无存 起码也是兴通虚设 在权力斗争面前 亲情这个东西是苍白而脆弱的 所谓父辞子孝的人伦大义 最终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政治对亲情的恶煞 玄武门事变之后 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 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 确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 就这么点索求了 简言之是一种政治需要 所以在争冠年间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关系 纯粹是虚有其表 毫无真情可言 那既然如此 李世民对死去的高祖 能有什么样的思念之情呢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 不是高祖自死 而是短短一年后 另一个人的死亡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李世民原配 争冠十年六月公元六百三十六年 长孙皇后因病去世 十一月葬于昭临 李世民是万分的悲伤 念后不已随 于院中座层冠 以往昭临 也就是在宫城的御院当中 建筑了一座撩望台 经常在此呢 眺望 一味思念之情 看看昭临 埋皇后的地方 是不是还好啊 说有一天 李世民带着魏征 同灯撩望台 又让魏征和他一起 眺望昭临 魏征说了 说陈眼花 看不见 李世民觉得非常奇怪 又指了一次给他看 魏征忽然说 哦 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县领 如果是说招领 那臣早看着了 李世民这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了 哦 魏征这在趁机进见呢 说白了 魏征呢 就是拐着弯的骂李世民 一门心思 你有了 老婆你就忘了爹了你啊 你把死去的老爹 抛住脑后 你于心和安的你 李世民十分的尴尬 只好含着眼泪命人 把这座瞭望台给拆了 不管是招领还是县领 我干脆我什么领 我都不堪称了吧 这件事情啊 一方面固然表明了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 但与此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 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父子轻薄呀 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之后 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 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冲突当中 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的时候 他才默然体会高祖在武的年间的苦中 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年间的所作所为 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 并且发自内心的 涌起了对高祖的惭愧和悔恨之情 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 真冠十七年李世民 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校道的古代文章之后 曾经极为感伤的对群臣说 人情之至痛者 莫过乎丧亲也 朕所行大殊掠 但只自救自责 追悔何极 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彻的忏悔 只是不知道 这种迟来的忏悔 是否可以告慰高祖李渊的 在天之灵呢 有唐一朝的政治制度 虽然大多数源于随朝 但是真正啊 有效的施行改进和创新的 无疑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完成 换言之 真冠时代 可以说是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 奠基时代和建制时代 而其中某些重要的制度 比方说科举之 则更是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 从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那么唐朝的政治制度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是如何完善的呢 与之后是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有何 有何 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